Hi,谢谢,谢谢 当然都是All of the above 把以上都全是了 对,OK 好,从没开始 当然每个人都要想要这样的身材 等一下我们还可能会邀请到我们今晚的一个嘉宾 为我们做一些很特别的表演 就说把他的衣服拉上来 让大家看一看 可能我不完全是先保证 好,那么哪怕我们是怎么样的身材 都是都有个有千秋 不要管你是瘦的,是肥的 那么有一首歌都是本是绿肥红瘦 那个是宋朝,李清照的一首诗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size,不要紧 只要你知道你要看着你体重 你要健康就OK 那么当然很重要 除了这个体重 除了这个所谓我们这个body的BMI的数据呢 就是说你的高度跟你的体重 还有另外根本另外的数据 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的腰围对我们的臀部 就是hip,这个waist to hip的 ratio 男女都要在1以下 根本女孩子应该是 就说如果你的臀部是100 OK 你的腰呢 至少要85 最多85 那个是标准 OK,不要管它先 那么很重要 这个很多年呢 很多人说 What you eat OK You are what you eat 在中文来讲呢 真的我们很多问题 哪怕我们的体重 哪怕我们的压健康呢 都是我们吃出来的 OK 很多人相信 我的家族很多 有很多这个癌症的病例 有很多血压高的病例 OK 我的祖宗啊 都是糖尿病问题的 那么就证明 你一定会得到癌症 或者一定会得到 这个糖尿病 或者会变成你的体重 还是你的血压 一定很高吗 健的一些 可能机会比较高 但是不健的一定 很多是因为你吃下去呢 把这个病症 真的把它吃出来了 OK 我们先去做一个参考 一般呢 我们看到食物 都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的食物 OK 色香味俱全嘛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都是加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都是有加工过了 所谓 OK 现在我们这个文明人呢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 我可以做一个证明 让大家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们有些资料呢 非常非常有趣的资料 为什么我说呢 可以证明 真的我们很多病症 尤其是癌健康呢 跟我们体重 跟我们血压高 胆固醇等等等等的 可能很多 当然很多时候呢 包括某些癌症 或者糖尿病等等呢 都一定吃出来的 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祖宗 OK 我们从我们老祖宗的开始 看看那些美洲啊 那些原住民啊 包括那些印第亚人啊 Rate Indians等等啊 他们在1900 就是20世纪的早期 他们发现啊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肿瘤的 OK 连一中严重的 迈搏什么阻塞都完全没有 不存在的 不存在啊 他们所吃什么 打猎 您看看那些 这个 印尼特人 就是Inuit Inuit就是Eskimo OK 埃子斯摩人啊 他们就是住在那个北极圈那边 包括这个绿岛 Greenland啊 阿勒斯加啊 这个加拿大以上啊 这个 这个等等的 他们发现啊 他们完全没有一种任何的癌症 他们每天是在吃什么的 他们是捕鱼啊 当然啊 有时候在那个冰雪上面 挖一个圆圆的洞 就掉 坐在旁边就这样钓鱼 或者跑到这个水面上面去 抓那些鱼啊 鱼啊 海丝啊 等等 他们都会吃啊 当然有些金鱼啊 他们拿 他们的油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现在每个人 我们家人知道嘛 很多 当然是很多 我们应该赞啊 那么从这个24年啊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啊 从1950年到1970年啊 他们这样整个北极圈啊 这一班人 这一群人啊 Eskimo啊 只遇到一宗糖尿病而已 One case Single case of diabetes OK 没有再遇过 再看看马赛人 这是在非洲当然 在肯尼亚啊 Kenya Nairobi那边啊 这些人都是高高瘦瘦的 他们一般呢 都是牛奶 肉类为主的 很炒吃这个新鲜的蔬菜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游民嘛 他们到这边一个草原 到了差不多 换季呢 他们又把那个羊啊 牛啊 这个都 赶到另外一个草原去 所以哪里有这个时间 去种 种这个蔬菜啊 去收 收根啊 没有的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吃蔬菜 但是呢 他们不缺少这个纤维的 也没有血 这个高血压 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 而且 你看不到任何的肥胖人 No obesity Not at all OK 看看这个 这个在比较 比较靠近西亚坡 比较靠近我们这边东南亚了 马来西亚都拿 在我们的这个 东南部 OK 就是在这个印尼的东部 就是Babu New Guinea B&G 他们那边很多人以前都是说 有一些人是杀人 绑着他的骨头啊 吊着在他们井上那些会吃人的 吃人族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他们大部分可能是94.6%以上 都是蛋水化合物的 都是Cabo OK 但是他们的Cabo 都是自己种的 OK 自己种在泥土那边挖出来就吃 非常非常 OK 但是他们发现呢 他们虽然是94.6%呢 都是蛋水化合物 但是他们不缺乏蛋白质 OK They do not lack protein OK They are not deficient in protein 这个是1981年的 不是很久的 他做一个调查 再看一看这个 可能我们这边有些家人 有些朋友呢 到过这个日本 尤其很喜欢这个冲绳 去旅游 OK 在沖沖沖岛那边 那么很多人如果你去旅游呢 那个导游一定跟你讲的 在冲绳岛那边 有很多这些长寿村 他的村民里面呢 一般会过百岁的 不是一两个 是很多人哦 都是过百岁的 那么你发现 他们所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所吃的都也是 85%以上呢 也是蛋水 也是carbo 所以今天我们 在近年来呢 这可能二三十四十年呢 很多看看医生 营养师等等的说 一定要把这个碳水 减少 尤其这十年 吃太多蛋水 只是蛋水不够 你要什么东西都吃嘛 OK 要纤维 要卫生素啊 等等等等的 还有蛋白质啊 但是你看他们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也是自己跟踪 而且你看他的bmi啊 他的体重指数啊 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二十四 二十点四 我跟你很多这边 我们比较深行 我们觉得自己还觉得比较瘦的一些 还比他们高很多了 OK 他们真的真的非常健康 而且活过百岁的 但是他们85%的饮食都是蛋水化合物 所以你说carbo好不好 所以到底发生出了什么问题 结论 就做了一个结论 饮食中蛋水化合物 OK 含量为95% 或者这个肉类为95%的人群 仍然是健康的 要他有一个因素 就是先决条件 没有加工食品 OK 没有processed food no food processing 没有面粉 OK 无面粉 no flour 没有糖 no sugar 只要哪怕你吃什么东西 95%蛋水 95%蛋白质肉类的 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没有吃过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的文明人 有办法这样做吗 很难了 真的很难 那么做了一个调查 到最后呢 他们就看 写了一本书 这个TL Cliff 有写了一本书叫做Saccharine disease Saccharine是另外糖的另外一个名 当然Saccharine有很多人是假糖 他们是糖精 1966年 发现呢 问题 大部分问题是从糖而起 OK 而且现在我们只吃很多这个食物呢 通过经过这个加工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会让我们过量给饮食 而且他会加了一些条素 可能是化学剂 让我们呢 这个的饱腹呢 感性耗呢 没有直觉的 就是说老人家 经常你听到老人家会劝我们 你们吃到差不多七分饱就够 就要停 为什么呢 你的胃呢 哪怕你吃到这个百分之百呢 OK 十分饱呢 他的信号到你的脑还要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感觉你吃到七分饱根本就够了 你觉得我还可以吃下去呢 到百分之百呢 是过量了 另外他们把很多这个食物呢 去除了这个蛋白质 他的意思是说 喂你们好 我加速你的消化 Ease your digestion Help you with digestion I remove protein 去除纤维 Remove fiber 也是加速消化 Remove脂肪 Remove fat 把这个去除这个脂肪 也是为了你好 加速 但是到最后 剩下是什么 剩下是糖跟蛋 淀粉 问题咯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 因为哪怕你到哪里去 不一定要每天到这个Burger King 还是麦当劳去 去吃东西才不卫生 只要你去超级市场买到很多一包装的在工厂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是受害者了 所以这个祖塞啊 肥胖啊 糖尿病啊 大肠癌啊 Colorectal cancer啊 等等的 脱癌啊 Breast cancer 猪牙 如果是在早期呢 那些20年 这个待的早期呢 你20世纪早期 你不可以当这个 在非洲不能当这个牙医了 没有生意的 因为他们没有碰糖 那么便秘啊 等等 就是有纤维嘛 每天都吃得很好 直到他们发现什么呢 他们发现到最后 他们也意意的 在哪怕非洲最落后的这个乡村呢 也开始有这些疾病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开始跟着 学那些白人所吃的东西 很多白人 Missionary嘛 到这个非洲 到印度去传教之后 他们就很有趣 这白人在吃什么东西啊 他在吃这个吃那个 所以那些 这个土人在那边 非洲人啊 原始人 都跟着他们 吃他们东西 问题就开始来了 之前都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根本 都是我们的文明病 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次数啊 我们吃这个进食 就是饮食每天的次数 经过这样多年啊 这几十年尤其啊 他们发现做了调查 我们每天吃太多次了 有没有一些 听过一些医生啊 因为你胃不好的说 不要紧 你就少量多餐 OK 少量多餐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讲 这个是最坏的一个推荐 最坏最坏的推荐 你根本应该是少吃 OK 少吃素 那么你看啊 如果你每天这样再吃 一些人我们说三餐饱就好了嘛 早餐 午餐 晚餐 但是他们发现很多人啊 你在吃了早餐之后呢 你在十点钟就有个茶点了嘛 OK Tea time 十点钟 10 a.m 不到那个中午 OK 这个十二点 吃这个午餐 等一下 没有到两三点 也是Tea break 一些人还跑到去 这个所谓的high tea high tea完全是 它足够呢 那个食量足够是整个午餐 还是晚餐的 那么很快呢 high tea 我四点半才完成 跟朋友聊天 谈天 喝茶 喝咖啡 我六点又开始在吃晚餐了 就是 他们做一个调查 给他们的app 看看 到最后你知道 一天从早上 六点钟 吃 吃到半夜 十二点钟还在吃 就是说每一次他吃 他点一个 每一次他吃 他点一个 所以一直在吃 在吃 在吃 问题处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吃呢 就是因为一个叫 胰岛素 insulin OK 这个大问题 要健康的主胸 主谋 很多时间 OK 很多时候 就因为我们这样吃法 就引到这个胰岛素 开始让我们出问题了 看看 胰岛素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胰岛素是什么 胰脏 not uncle 是我们的pancreas 胰脏分泌出来 它的beta cells 胰岛素 那么胰岛素是我们身体内 唯一可以控制这个血糖的荷尔蒙 它也是对于我们的细胞是一把钥匙 只要你吃任何东西 只要你吃任何东西 什么时间 少量 少量 多餐 你吃 现在八点钟了 你起床 七点半 洗脸 刷牙之后 踢踢 胡须 八点你就吃 第一餐 早餐 立刻这个血糖就升上去 血糖一升上去 胰岛素就会被分泌出来 胰岛素就会到 那细胞 接到胰岛素 它就会打开门 接受葡萄糖 glucose 因为你血糖升高 只要足够这个细胞 吸收葡萄糖 把葡萄糖吸收去 那个血糖就会掉下去了 对 胰岛素分泌 就会停止 但是如果我们是整天 一直不停地吃 哪怕是吃一点点 一点点 少量 多餐 就说胰岛素整天都一直在分泌 那么看看 第一次很早期 那么发现 胰岛素有问题 一般都是小朋友们 那时候 那么在这个 也是二十世纪早期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研究出来 这个胰岛素 他们很多小朋友 因为就是那个胰脏 刚才后面 胰脏 有问题 没有办法分泌 自然的分泌的胰岛素 他们就得到所谓的糖尿病 第一行 糖尿病第一行 为什么 就是说细胞没有不见的 没有那把锁石 不可以打开 不可以打开 不可以吸收这个葡萄糖 就没有这个原能去做 制造能量 他们就这样 哪怕坐在那边 你看这个 他一直瘦瘦瘦瘦瘦瘦 你让他逼他吃很多东西 他还是瘦下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把锁石 所以他不可以吸收影响 他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死了 受到就说真的他的细胞饿死 直到他们就说 研究说 找出这个胰岛素 他们第一批的胰岛素从来 是从这个牛 Ox的胰脏 Ox pancreas那边 会把他拿出来的胰岛 但是他第一批有问题 不纯 打到那些小朋友的昏迷 直到他又花了差不多再多 差不多十一十二天 把他弄得很纯 就是说 牛的胰岛素 帮这一批小朋友 这一批小朋友 如果中了这个糖尿病 第一行的话 他们一般都是 他们家人坐在他们的床边 等他死的 真的没有的医 所以他们很多都摆到一个 啪的空间里面 可能有五十张床 然后那个医生 最后是开始了 把他纯的牛胰岛素打进去 开始一张一张床去打 直到他打到第五十张床的时候 那第一批 第一二三四五六 那些小朋友清醒过来了 没有再多几个星期 他们就开始胖起来了 因为把钥匙在了 那么如果我们说 这个糖尿病是因为我们细胞在饿死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糖尿病问题 是这一种的 这个是代表这个细胞饥饿吗 OK 这个是另外 这个是type 2 是第二行的 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每天在吃 这个证明呢 不是我们的细胞 这个饥饿 而是我们细胞已经满了 一直不停的吸收 所谓的葡萄糖 它没有办法再吸收下去了 它也只好 OK 变成它累了 它满了 那么只能这个胰胀呢 也会变成累 它要分泌 从那beta上分泌 那个胰岛素出来 它有一天你要我分泌多少次吧 所以到我们和人类 它慢慢变成 所谓的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胰岛素主抗 OK 那么胰岛素主抗的问题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比如是这样 OK 这个你去过这个日本旅游 就是这样了 很多他们每天早上 上班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情况的 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 不能啦 我们MRT不能让人家这样推 但是日本他们有请一批人员呢 工作人员是把人推进去的 这批工作人员 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 外面的排队要上火车 这些人呢 就是所有的葡萄党 OK 怎么推进去 那个火车 那辆火车 就是我们的细胞 哪怕它已经满了 你怎么推 都几步进去了 OK 到最后呢 胰岛素主抗一般的体型 会看起来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现在 有时候我们有些朋友 说说笑了 要去警察局报警 报警什么呢 我不见了我的腰 OK I've lost my waist OK I'll make a report police report 就是因为 那个细胞已经满了 哪怕你在分泌多少 胰岛素呢 它不能再接受任何葡萄糖呢 它只能把所有的葡萄糖 变成 转换成脂肪 就留在外面了 OK 而且最糟糕的 你看 那么如果你是 骨形啊 体格都差不多 同样的人 你很快 你看在这边 有多少根本就是肥 都是脂肪 Fat 100这个是250磅 它本人根本是120磅 130磅的脂肪在哪边 最 OK 杀伤率最大 当然很多 就是也是那个 内脏脂肪 Visceral fat OK 包着 OK 你的肾脏啊 你的肝脏啊 等等 你有fatty liver等等的 所以看这个 那么 只要你长期呢 得到这个所谓的 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说胰岛素阻抗呢 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upsize啊 你不凶去McDonald 你去买 OK 先生你要不要upsize 你的medium fries small fries 我给你一个大 fries 你的水呢 只是一个small OK small color 我要upsize到大口 要不要 在这边呢 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呢 这是免费的 OK comes foc comes your territory 自然而然会变成 你会得到这个症候群 OK 的分析啊 的群候症 OK This is metabolic syndrome 在这个可能一到三年之间呢 你有所有的膏 血压膏 胆固醇膏 血糖膏 等等等等的 那么三五年呢 很快 你的脂肪肝开始了 糖尿病来了 可能你还可以拖 很多这个在西医 他说 现在先生啊 因为我每天在量你的这个血压 每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呢 你是所谓的pre-diabetic 就是说在正式糖尿病的之前 一个时期 你可以可能一些人哦 看他怎么吃哦 至少他还比较年轻 他有一点运动 他可以拖一个八年十年 pre-diabetic 直到他变成所谓的糖尿病症 full-blown diabetes 那么再过五到十年 心脏病来了 很多当然 如果你有糖尿病的 后面一定会跟着来什么 肾脏病 kidney kidney problem 你的脑开始有问题了 包括那些老人自在症 阿尔茨海默症 巴金森 巴金森 Dementia等等的 一一连着来 所以比如在台湾来讲 他们很多 我们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世界 卫生局 WHO 所略定的是 这个糖尿病有第一型 第二型 type 1 type 2 我刚才提到 type 1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 你要打针 那么另外那些是 吃到变成胰岛素主抗的 你就不要再打针 根本是不要再打针 因为你只要减少 不要吃这样多 不要吃这样多 但是第三种 在台湾来讲 他说 这个糖尿病的第三型 根本就是 阿尔茨海默症 Brain 那么我们看一看 很多这个指标 2019年 这个地球的十大死亡 都跟这个胰岛素主抗有关系的 都是这一批 这一些东西 你不会说他风险不高 是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看看 直到 直到2016年 当然这位 这个 Yoshinori Osumi Professor 他是 Toky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他的 他的 当然这个 汉字名 叫 大鱼 看到吗 大鱼两点教授 你要怎么记得 他的名字很容易 你记得一条鱼 它的身上有两点 这个就是大鱼两点教授 OK 所以人家问你 什么教授 大鱼两点教授 OK 他在2016年终于了 被这个诺贝尔 领了一个奖 那么这个两个 就是说他刚刚在2000年才做这些研究 不是 他是在90年代 90年代开始做研究 因为早在60年代 已经有科学大学去发现 在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好像有一个垃圾房 每一颗细胞 那么我们人类来讲 哪怕是动物还是人类 我们身上的上上下下 从我们的头顶的头发 到我们的脚底的脚甲 OK 都是什么组成的 都是细胞 那么如果每一颗细胞 那么他发现在60年代 他好像里面有一个小房间 是一个垃圾房 但是当然当年 他们也没有什么显微镜 不是很高度的显微镜 没有办法研究下来 直到90年代 这位大鱼两点教授 他就说开始研究这个细胞里面 那个垃圾房到底是什么 那么他也开玩笑 他跟诺贝尔讲 跟这个组织也开玩笑 他说他为什么你那时候会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说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想研究这个东西 没有竞争 OK 我要写这个论文比较容易 没有人跟我抢 所以他就花了从90年代 他就发现 而且通过这样多年证明了 那一个小房间里面不是一个垃圾房 是完全整个可以循环的工厂来的 It's a whole not a garbage dump It's a whole recycle factory Inside every cell 每一颗细胞里面都有的 那么他整个呢 他就发现 他会 这个细胞呢 可以致死 在英文这个叫autophagy OK Spell它的拼音是 A-U-T-O Autophagy P-H-A-G-Y 但是你叫它是autophagy Autophagy的意思呢 就是 吃咖啡 自己吃自己 这是希腊文 In Greek Autophagy is eating yourself 这个是诺贝尔画出来 给他讲的时候 一条龙开始吃自己的尾巴 从尾巴开始吃 那么这个autophagy 细胞知识呢 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因为在细胞知识的时候呢 它会分泌很多的 只要你的细胞开始饿 细胞一定要饿 开始饿 或者它没有食物 就是说 你没有进食 胆固醇 这个胰岛素 没有被分泌的时候 No insulin No ejection insulin Autophagy就会开始 OK 但是你整天不停地吃 Autophagy 这个细胞知识 是没有办法驱动的 只要这个细胞 这个知识驱动呢 它就会修复 它会把那些 已经损坏的东西 OK 就拉掉 杀掉 可以存下来 可以的零件 它可以用来建 新的细胞 等等的 包括 Autophagy呢 这个细胞知识呢 还可以去为了病毒 杀病毒 所以变成除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最后的防线 我们身体上 最后的防线 对于这个病毒 跟这个细菌呢 根本就是我们细胞自己 但是如果你一天不停地在吃 这个细胞知识呢 Autophagy 是没有办法 取动的 或者它取动呢 不久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又吃了 血糖又升高了 这个胰岛素又分泌出来了 或者你吃很多 当然有蛋白质 如果你有吃这个蛋白的东西呢 也没有什么糖呢 还是有 除了胰岛素 还有另外叫一个MTOR MTOR 那个是你吃蛋白的时候 对于蛋白的荷尔蒙 叫MTOR 那么这个细胞知识也会停止 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时候找时间不要再吃 就看看这个 所以在2012年呢 那时候 当然就在他得到那个诺贝尔奖的前几年了 早在2000年开始很多 好莱坞啊 Bollywood啊 名人啊 明星啊 那时候还是没有什么社交网了 放上去 没有什么Facebook post上去了 但是很多人就开始会做这个断食了 OK 那么人家说 这个断食 这个名人做了 他要做宣传了 他要瘦身了 因为他要去拍戏 你作为这个演员 电视演员啊 你的身材一定要很瘦 因为在这个镜头之下呢 你在电视机看起来 你是会胖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的真人是普通的身材 你会看起来非常胖 所以没有办法被逼压迫 他们要非常瘦 有时候看起来 这个人不够营养啊 但是在2012年 他们也发现 如果你有这个细胞知识 Octophagy呢 经常你会断食的话呢 不要吃到饱饱 那么你会让你的胃休息啊 让你的胰岛素 胰脏休息的话 包括癌症 他们用白老鼠了 当然了 用癌症啊 神经推行啊 性症啊 等等的传染病啊 给老化症啊 胰岛素阻痪等等的 会消除 会消除 那么没有几年前 可能十年 十五年前 一般的医生会跟你讲是这样 一般的医生会跟你讲是 如果你中了糖尿病 完蛋了 OK 你在这个余生 OK 你一定要吃药了 Once you become a full-blown diabetic full-time 但是现在所了解 通过这个细胞知识了解 也通过如果这个饮食的智慧呢 你知道怎么去吃 什么不应该吃 几时吃 几时不要吃呢 这个可能性啊 除非你的胰脏已经是损坏了 或者你的肝脏已经开始问题了 你的心脏也有病了 但是如果在它发生之前呢 这个糖尿病症可能是会好起来的 是可能会好起来的 所以就因此我们就要推荐 自从我们想到这个大于良典教授之后呢 他所研究出来 到最后是科学证明了 不是这个有名的明星去带动人家去做这个断食 就根据的科学 Follow the science 在这两年来我们这个疫情 很多时间有听到这个Follow the science 不见得会Follow the scientist 或Follow the doctor 你不要跟着那个医生 或者跟着那个科学家 因为医生跟科学家都可以被买通的 那个药房 药 药商 他可以请他到世界去开会 去旅游 他回来就只推荐那一家家厂的药 但是你要根据科学 那么这个证明了 2016年他得到诺贝尔奖 是证明了这个细胞知识 Autophagy 那么诺贝尔奖为什么这样难赢呢 因为你的贡献 要不是对你我他贡献 或者一个国家的研究 你必须你的研究 你的贡献是对人类 Humankind Beneficial有用的 有利益 他们才会给你的诺贝尔奖 所以他发现了这个细胞知识 就变成 这是对人类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个人就可以应该端指 就应该不要吃 记得了现在要捡什么东西 不要经常吃不停的吃 少量多餐 除非你真的得了病重 你的胃有问题 开过刀 医生也说也只有这样了 没有办法了 不是下去 你就要用个管去进食了 只有这一批人 但是你我他在这边 我们家人 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会上这边 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健康的 你我他只要健康 那么少量多餐是绝对不行的 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 哪怕在那个几个小时 你要吃大大餐去吃 在其中的那个小时 就停止不要再吃了 尤其在晚间 睡之前就不要再吃了 如果你该在八点吃了 你最好是在明天八点之后 才开始再吃早餐 再进食 英文给你一个很好的推荐 英文的早餐叫什么 叫breakfast breakfast 你先要禁止停吃了 禁食了 fasting 整个晚上 你明天早上才你去break你的fast 你再开始在这个禁食 所以我们的18672 就是我们通过18个小时 做一个清断食 那些断食呢 就从这个雨微的18672 清断食呢 最容易开始了 你就听了朋友 哇 那些是说我是差不多拜五到礼拜天不吃的 OK 我可以挨二三天 我从礼拜一再吃 或者一些朋友说我各天不吃的 OK 一三五次二四六不吃的 当然你也有一些朋友 每天 我有几位好朋友 是所谓的168 16个小时不进食 只在那个八个小时 可能吃两餐 他就够了 他又停止16个小时 或者有些什么16变成186 那么你每天各天 那么那是24零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雨微呢 我觉得是太棒了 从18672开始 你学会了你了解之后呢 你自己可以来调整 OK 18个小时的清断食呢 十段 8点到2点呢 完全是自食 不吃 2点到8点不吃 8点到凌晨只要2点 根本是12小时最好 那么只在每6个小时呢 进食一次 OK 进食一次 就8点 2点 8点 当然有很多这个 我们家人也问过 在线上 那么 我很早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去巴萨卖东西的 我4点钟凌晨就要起床了 那么5点要出门 6点要去开摊 摆摊 开始卖东西 可不可以调整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跟你在8点 当然可以啊 你就跟着这个 只要6个小时 OK 空间 不要进食 你就开始 你就4点 你4点半 4点起床 4点半 第一餐 你就开始去工作了 去巴萨卖东西了 摆摊了 你4点之后呢 下一餐是几点呢 10点 10点半 4点半 10点半 再多一餐呢 就当然下午了 不要到6点了 早一点 那么最后一餐就停止了 那么完成了我们整个过程呢 是72个小时 所以18672 4天的时光 很快 那么 就是这样 如果你每天一直不停地吃 很快哦 他们计算一些科学 根据一些科学 这样 每一颗细胞 哪怕你已经有那把这个胰岛树的锁石打开的门 它只能接受容纳多少这个脂肪 只是4颗 4个脂肪的分子 它就满了 你再怎么打开胰岛树 再打增进去呢 再分泌 你的细胞已经满了 肥了 它只能往外把所有的糖 葡萄糖 变成转换成这个脂肪 往外丢 存款 你会长期有这个定期存款 每天一直加利息 但是你没有去提款的 OK 我们就要帮助你去提款 OK 只要你断食呢 它就开始提款了 因为怎么 我们的人体呢 有三个方式呢 方法去这个制造能源 一是通过葡萄糖 那么他们说 为什么你吃一个Mars Bar 比如巧克力很快 我今天很累 我吃一个一颗香蕉 巧克力 喝一杯甜的东西 甜饮 或者可乐 甜甜可乐喝一罐下去 哇 我觉得我的经历就来了 因为它是葡萄糖 它是糖 那么也有这个科学家的解释说 为什么你的身体 这样快去分泌 把这个葡萄糖 转换成这个能量 把它烧掉 因为糖对于身体是最毒的 所以你的身体也知道 先把它干掉 有糖进来 我先把糖干掉 但是呢 最好呢 如果你没有糖 进食没有糖呢 它就会用油的脂肪 它就会烧脂肪 制造能量 那么 如果你吃饭 你吃饭 一碗饭 几碗饭 面等等的面包 跟你吃 不吃 还是吃油的东西 喝油 喝英家果油 OK 我们的培能油 饿的时候 喝油 你能量还是会来的 但是呢 你喝油的时候 它烧油的时候呢 你的头脑非常非常清醒的 它烧葡萄糖的时候 你会要昏昏要入睡的 就是这样不同 那么知道的时候呢 你不要吃有糖分东西呢 你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呢 利用你所有储存的定期存款的油 把它一一的慢慢烧掉 制造能量 你的腰围 不用去报警了 慢慢会找回来了 好 以导树主抗 我们还记得这个了 就是这些 要把这些 慢慢一一的烧 等一下 我们一位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就会跟你们分享 它是不是 两公斤 五公斤 它是几十公斤 都把它烧掉了 所以 只要你不要进食 断食 那么跟着雨薇的1867 清断食 开始 你了解 不见得 我明天 正式是明天开始 开始做准备 减食 但是你到时候 你学会之后 你随时都可以做 或者你每天开始 就做所谓你自己的清断食 用这个雨薇产品 太方便了 一套 每天就跟着它这样去做 我们要帮助你 减你的热量 大卡 calories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那些明星 好莱坞 他们都是 每天在计算 这个大卡的 我们叫calories counting 今天我要吃 进食多少calorie 2000cal 那么我一定要运动 要烧掉多少calorie 2000 2000cal 我就是balance 但是你的 你的balance sheet 还是有很多credit 之前我吃的 你今天如果你吃2000 你只烧到1500 完蛋了 今天你再加进去 储蓄 再加多500了 在那边 那么毒素 脂肪等等 这些都是要减 那么我们要加 营养 代谢 metabolism 这些都要加活力 非常非常活化性的 只要你在这个清端时 尤其我们第一次做的朋友 其他在这边 我看到名字 我认得很多 已经之前在做过 他们为什么 一直回来 一直在继续做呢 因为他们现在 学会了 晓得了 懂得了 跟他们的朋友分析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健康 觉得很精神 不要怕 你的脑袋 今天为什么 想补齐东西 跟你讲 今天比如 那时候是明星才去做 今日我们在谈 我在跟你谈的时候 我有很多朋友 在加州 California 西谷 Silicon Valley 那些都是 极端聪明的人 工程师 写程序的 Programmers System Analyst 大部分他们都做 断食的 Fasting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一个同事 每一家公司的员工 都是超级聪明的人 你要你的脑袋 可以跟得伤 追得伤 比他们一样聪明 怎么做呢 断食 如果去那边 我们去Silicon Valley 西谷 推这个18672 我看他们不停的 他们可以30天做18672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不是为了减肥 他们都是标准身材的 高高瘦瘦 超聪明的 都是十二十多岁 三十岁 都是博士的 但是他们就断食 为了要比较清醒 比较灵活的一个头脑 OK 好 那么 我们不建议 只有以下这些人 当然你在动手术 或者已经怀孕的妈妈 因为要摄取足够的营养 给你的胎儿 宝贝 先不要做 或者你要准备去开刀 不要做 包括一些很多 一直问 每一次都有问 我已经73岁了 可不可以做 可以 只要你根本是 大部分是超越 当然最好是让医生 去看 我可不可以 自作清断食 那么当然 我们70岁的朋友 不见得你是为了收身 去做一个清断食 是你要保持健康 你要保持你的头脑 非常精明 不要 可能不希望要得到 什么老人痴呆症 就可以做 只要你要健康 都说了 只要我们是健康 我们就本钱 偶尔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但是每天可以做一些 完全应该是 为了健康人 所设计的活动 OK 那么其他都知道了 都不行 那么 我们分开几个阶段 从明天开始 就先有4天 4天 我们叫pre-fast 就减时期 就把你所吃的这个量度 把它减少 你吃两碗饭的一批 你去吃这个海南鸡饭 一般它加饭 加鸡 OK 鸡可以加那个饭 不要加了 你饭可以加到 加这个一碗就好 或者半碗 OK 或者隔天 除了这4天 是让你去适应 Let you get used to it You're going to reduce 你的 intake amount 那么当然 也不要油炸的 煎的 那些都不要烤的 不要 尽量不要了 就完全不要BBQ了 不要fried的 OK 清蒸的 水煮的 盐啊 糖啊 都完全不能加这样多 减少 让这4天就要习惯 习惯把那个食量呢 减少 你慢慢这4天 第一天很难熬 第二天 哎呀 半夜可能要半夜醒过来 还要去打开那个冰箱啊 里面我还留下什么东西 昨天没有吃完 去偷吃 OK 第二 第三 只要你的身体开始适应呢 你就可以了 你熬过呢 一二三天呢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么直到第四天开始呢 就正确不要再 OK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这个只能对自己做一个负责 OK 做负责人 从8点呢 就开始只有那 雨薇 我们推荐自己 等下我就解释 为什么只是这些东西 OK 它的热量不多 那么8点开始 我都说了 如果你是7点半 你7点半就要出门的 你就7点哦 早点起来 6点就起来 冲凉 洗刷好 那么6点半就 低餐了 早餐 那么你做6点半低餐 你就下个6个小时呢 当然就是12点半了 但是其他人呢 我们家人在这边 尤其现在都是从家里工作 Work from home WFH的 起床不要紧 你要上班 看看你的电邮 email answer question 还是8 OK 8点 OK 低餐 吃这些东西而已 那么 男士女士里面 有个 一个 Inchoway Well 当然都是吃男的 可以蓝色的 等一下 我会跟你解释 直到 就不要吃了 不要偷吃了 第四天了 你已经准备了四天了 Please 不要尽量了 那如果熬不住你 在两点之后 因为午餐 一般你说 我午餐这一餐 是最多的 OK 你就拼命吃 这段之间 非常非常饿 我们会推荐 如果你真的熬不过去的话 没有办法 你说我要晕了 OK 没有食量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在两点那餐 可以偷吃 OK 偷鸡啊 偷盖啊 在两点那个 直到另外一个六小到八点之后呢 就完全不要了 晚间那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睡觉 而且可能你可以维持到 不是这个六个小时啊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那个是最最棒啊 八点 赶快 在八点十五之前 都把它吃完了 那几三包而已嘛 是吗 十五分钟吃不完 OK 八点十五之后 就不再进食了嘛 你直到明天八点 是不是不吃六个小时 是十二个小时 OK 细胞这个自食 autophagy kick in 你就希望它kick in 你如果他半夜 再吃夜宵就完蛋了 autophagy stop 胰岛素又在分泌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现在问题是 第二型 type 2 diabetes 你去看医生 医生还要跟你打胰岛素 那个是 我不可以说医生错 但是以这个现在科学来讲 那是不应该的 只要你停止不吃 你的血糖不升高 你就根本不需要胰岛素 OK 我们要减少啊 那么过了后呢 四天 可以完成四天呢 我们就复食了 refeeding 你吃过 你饿了几天啊 你突然间要去吃大餐 你是吃不下的 你会完全把它完完整整 百分之九十 完全吐出来了 OK 吐回出来 所以慢慢 但是这个一个推荐 然后建议是 你要复食 不要复食到原来你在开始做18672清断食之前的食物量了 减少了 趁机会 你已经习惯了四天 维持着 当然你可以吃大量 但是不要吃原来那个食物量 减少 那么从此以后呢 你慢慢减 慢慢减呢 什么东西会发生 你的身体会越来用越来越少靠葡萄糖去制造 烧葡萄糖制造能量 烧里面储存的油 去制造你所需要 每天所需要的能量 慢慢来 你的腰围 OK 你的内脏 所有那些一层层的油 都会消失 这是正式的 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几位朋友 所以记得 就在这个减食 在清端食的时期 四天 四天另外 最后四天 复食 refeeding 慢慢增加 OK 食量 但是我会推荐 不要增加到原来的 把你的食量减少 可以减少 就减少了 OK 所以这清端食呢 前四天 看看这些东西 那么 复食 OK 清端食 正式的明天开始 11月5号 直到8月 11月8号 只知道这些东西 你要去拍 screenshot是可以 当然 我们也把你加入了很多我们的团体里面都知道 所以你们都有这些资讯 那么当然我们包括我们的总裁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总裁也是 CEO也是 会加油加油 每天 OK 他们都发一些短信给你们了 OK 那么 在8点呢 这几样 你看 只有油 两种油 我们的宇味 这个宇味 这个精华油 就是印加果油 再加培能 培能多了 OK 一个坚果 OK 一个下位于坚果 就是Omega 7 所以你有3679 OK 喜乐宝是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包括 OK Almune acid 就是蛋白 但是 热量很少的 让你看看 那么 动灵 OK Inchowel 那么 女的 一些人为什么 这是蓝色 蓝色不是给男的吗 这个不要紧 吃男的 女的可以吃男的 动灵 因为它增加 OK 你的metabolic rate OK 你的新增在线会增加 会比较好 烧得比较快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保护我们的腹部 OK 就是Inchowel 而且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75%以上就是靠那个疫菌在那边了 那么在两点呢 也只有这几包 热量很少不多 但是是绝对是足够你的 那么一些人说偷了 我都建议 也不是建议啊 说 被逼没有办法 你真的在那正式的时间 也顶不住呢 要吃什么 可以喝多点油啊 你要说 加一些绿茶也可以啊 你要偷吃 可能一天啦 但是跟你讲啊 你要自己对自己 没有人跟你争 你所比的对象 就是要胜过你自己 OK 这四天呢 尽量不要 如果你可以维持这样东西呢 这个效果真快 你真的可以说 每天去棒一棒啊 蹭一蹭啊 我今天有没有减多少啊 我今天的精神怎么样啊 晚间呢 会睡什么啊 原来我在这个减食的时候有头痛啊 现在已经没有头痛了 习惯了 OK 那么八点 最少的 我们就要趁这个机会了 在八点 多了一些喜乐宝 你所足够所需要 OK 所有的原料都在那边了 足够刚好 赶快肚子饿就睡觉 科学家是证明啊 我们感觉饿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理会它啊 OK When you're hungry and you ignore 如果你八点 你忘了今天 太忙了 我一直在回一些电邮 OK 按摩 过了那个八点 八点半之后呢 你那个饿的感觉 已经不存在了 It will go away OK 直到可能你中午十二点的 这个中午 Lunch time 你要再饿 那时候要吃就吃 有时间吃就吃 但是你不要吃 因为我没有忘了吃早餐 我就吃午餐 加回原来补回去的早餐 给它食量 不要 就由它再午餐就好了 过了时候呢 你又没有时间去吃午餐呢 你就很饿很饿 哎呀 饿到你哀到吃了两点熬过去 突然间两点呢 它消失了 那个饿的感觉又是消失了 那么这是科学要证明的 它可以消失 这个叫做saturity OK feeling 减少 因为现在很多加工呢 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 没有这个感觉了 就一直在饿 一直在 我还可以吃 我还可以吃 吃了两碗的鸡饭 OK 还加一碗Luxa 我还可以吃多两碗甜品 OK 我吃得下 OK 现在还有在网上 这个社交网很多 年轻人啊 一个个去大盘的 大胃王比赛 要吃 you know 十碗 二十碗的面条 它到底要比什么 跟自己的命 这个过不去 是吗 好 另外在两点 的时候 这个只可以允许你在这边 偷鸡啦 偷渐时间 如果太饿 可以吃什么 就以下这个 水煮蛋 不要煎蛋 水煮蛋 卖片一点点 青苹果 为什么青苹果呢 青苹果的糖分 比红苹果少 Gi Glycemic Index 比较low 都吃 这个是套价而已 所以这个已经 你根本如果是 严格来讲 这个考官说 你现在是 原来我是要给你A的 现在是C-了 OK 所以继续 只要在 只允许在这一个时段 在晚间那个 就不要再偷吃了 不要再给自己过不去 因为如果你只要停死 让你的细胞呢 去挨饿一下 OK 没有葡萄糖进来呢 它就会操作 Otophagy 就开始 它会开始修复 现在最新的研究 你知道是研究到什么东西吗 如果他们现在研究呢 是下来呢 如果我们可以维持着 这个细胞知识呢 根本我们可以 就说 把这个 我们老化 剪到最慢最慢 真的可能 It's an internal youth Maybe 这是研究 但是我们了解了之后 至少 不要少量多餐 就少餐就对了 OK 量 另外你要多大量 也OK 但是就 减少 或者完全 没有这个糖分 没有淀粉 因为我们的淀粉 已经加过功了 如果你是在 冲绳岛 跟那个 跟他拿一个番薯吃 那是OK 那是OK 但是你在超时 你在生松 在这边 Cost storage 买的一包 里面的 Cabo 薯条 它完全已经加工过 是完蛋 那个是不要吃了 OK 为了这个 为什么我们是推荐 那几样 我们的血管 我们必须要一个血管 清大夫 你不可以去通 你不可以去做 这个大一个桥 Bypass Angioplasty Balloon OK 只要靠 在脑油 吃在脑的小精那边 一定要靠 怎么去把它洗掉 我们到了 哪怕是50岁 60岁 只要岁 都75% 80% 已经塞了 主塞 我们一定要 第一样东西 重要 叫油 我们的Omega 3 OK Omega 3 会帮你消除 很多 它是血管的 清道夫 而且它就是 可以提供 能量的油 你的身体 习惯了利用油 而不是葡萄糖 去制造 烧葡萄糖 去制造这个能量之后 它就一直油了 你给好油 好油它烧 给你能量之后 那么当然 我们现在又加了 不止 只有这个 应加果油 还有这个胚能 胚能就是应加果油 已经加了 这个澳洲坚果 给精华油 那么你就 Omega 3 6 7 9 这些都是 OK Unsaturated fatty acid 最好的 脂肪 那么 用最少的 热量 为什么要吃 这个 Cell Pro 洗的包呢 当然 它也帮你 会detox 我们的肝脏也好 而且 它的热量 OK 它的卡路里热量 Kcal 你看 比起一碗什么 茶果条也好 茶果条是700多 这一包 OK 虽然它提供所有的营养呢 它只有94大卡 OK 所以为什么可以减少很快 这个 只要这个 这边减少呢 它会 就 哪怕你吃 它还会可能 立刻也会同一时间去 利用油 把你一些油烧掉 OK 再继续 看看这些 就是那个GI OK 食品的GI池 所以越低越好 要吃要选 不要那些亮红灯的 红灯去的 从今以后呢 你健康OK 偶尔吃这些 但是你不健康呢 或者你要真的要为自己健康着想呢 就减少还是完全不碰那些红灯去的 OK 经常 当然经常你去这个绿灯去呢 你说 活着没有意思 说偶尔啦 黄灯去 进去啦 当然 偶尔这个每个星期一次去这个红灯去啦 OK 红灯去不是新加坡给啦 那是你要选吃的东西 要叫什么东西 大排档等等的 那另外 我们要保护什么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胃 OK 最大的加油站也是在我们胃 因为99% OK 的营养需要这个肠道吸收 如果你肠道坏损坏的时候 完完蛋了 没有办法吸收这个营养 最大的排管 OK 这个毒素 要排出去呢 大肠嘛 为什么很多人 如果你每天 不是每天去的 可以去大号的 就开始有问题了 三四天没有去了 要保护你的大肠 最重要呢 也不是现在 尤其在疫情呢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器官呢 就在我们肠里面 所以肠要靠什么 靠非常非常有效 非常好的疫菌 OK BOTH THE PROBIOTIC AND THE PREBIOTIC 就是说 那个疫菌的食物也要提供 那个洗了把也做得到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Inchaguard 当然我们很多家人现在也知道了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去利用 Paracetamol 就是Panadol 他们有开始有问题 他们发觉 发现两包Inchaguard OK 比这个两粒Paracetamol的功能 还有效 可能 OK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在我们的胃那边 好好的管家 另外当然 就是我们要不想这样快 老化细胞 因为太多 每天有自由基在破坏 在损坏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DNA 每一颗细胞 他们在繁殖 就有1乘2 2乘4 8 16 32 64 128 256 这样去繁殖嘛 每次繁殖呢 它的New Split 它Item 你要说它的Photocopy 跟它Original 尽量要一样 不要越Photocopy 那个影子越差 的DNA越差 所以呢 这个 瑞利呢 Telemos 就是保护我们DNA的CAP 一个盖 一个帽子 在那边 我们老化的时候 它越来越短的 我们的动灵 就会帮助 会保护它 那么你在复制的时候 所以男女女都OK 很容易 女士们 红色的那一包 但是在我们18672里面 我们都有蓝跟红的 因为呢 早餐 那一餐呢 都是蓝的 OK 你的新陈代谢呢 比较快 比较好 但是男士呢 我知道 有些朋友啊 在这边 一个brother 他会吃那个女的啊 但是一般 我们都说 男的只吃男的 因为他有Estrogy Estrogy 就补充 女人的荷尔蒙 Estrogen OK 来讲 所以一般的男士呢 尽量就不要去碰 那个Estrogy 在那边 好 那么到现在 怎么样 先暂停 两分钟 看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